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在二次元拯救地球的故事 地球而能活着真的不容易啊 小强是一位古生物学家 他有一颗神奇的脑洞 始终相信人能够在石宫进行旅行 所以经常想要发明出能够穿越时光的超光速粒子机 然而小强的想法总是被人嘲笑 导致小强一度失去了信心 后来小强制作出了超光速粒子机 但是信心不足的小强不敢进行实验 怕多年的信仰彻底失败 直到小强的迷媚小花的到来 小花始终关注着小强 而且小花找到了一个印着打火机痕迹的远古时期的石头 小强看到石头之后也是惊呆了 因为石头上面印着的打火机 就是自己现在使用的打火机 第二天小花找到教授 带着超光速粒子机到小花找到化石的地方 是一个废弃的山洞 被两个兜逼占据 一号兜逼派二号兜逼小强给小强当导游 于是小强和小力就跟着小强一起进入山洞 在山洞里 化石与超光速粒子机同时发生了异常 三个人一个掉进了不知什么地方 当三个人醒来的时候 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穿越时空的地方 不过这里的时空并不稳定 因为经常有其他空间的东西掉落在这个空间 随后他们发现 有三个猿人好像正在处决一个小猿人 于是他们救下了小猿人 小花曾经学过动物语言 于是和小猿人能够进行简单的交流 得知小猿人是某猿人国的王子 被叛乱者绑票了 几个人在大闹的时候掉入了一个洞里 这个洞竟然就是八王龙的老巢 于是一路上八王龙对着几个人一路猛追 路上小强还嘲讽八王龙智商低 更是让八王龙记住了小强 幸好几个人逃进了一个山洞里 八王龙才无奈的离开 第二天 小强突然在脑海里接受了一些图像信号 是一个外星人发来的信息 说自己被蜥蜴人围攻 困在了空间裂缝里 希望小强能够帮助自己 竟然根据小强脑海中的图像 在空间裂缝里找到了这几个外星人 这个外星人是一个穿着短裙的蜥蜴人 也是一位发明家 与小强有着很多的共识 两个人颇有相逢恨晚的意思 短裙蜥蜴人告诉小强 外面的那些蜥蜴人 在蜥蜴人王的带领下 攻占了我的家乡 现在这要入侵地球 只差一个超光速粒子机了 你们必须找到超光速粒子机 不然地球就完蛋了 于是几个人又出发去寻找 他们丢失的超光速粒子机 在爆破了一只恐龙之后 找到了超光速粒子机 原来是这个吃货吞肚子里去了 之后超光速粒子机 又阴差阳错的被一笼抢走 还好几个人是有心无邪的找了回来 小强在修好粒子机之后 发现了另一个空间裂缝 这里的一段领像告诉小强 蜥蜴人王早就挂掉了 这一届都是短裙蜴人的圈套 他只是想控制蜴人 然后用超光速粒子机去攻占地球 随后小强就被蜴人抓走了 小强竟然发现小强不见了 去救小强 顺便让猴王子 把粒子机送给短裙蜴人 救小强的时候 霸王龙过来赶凑热闹 小强不小心飞进了霸王龙的嘴里 大家以为小强了 于是赶忙阻止短裙蜴蜴人 但此时 短裙蜴蜴人已经控制了所有蜴蜴人 大家都进不来 就在这个时候 小强骑着霸王龙赶过来 原来小强治好了 困扰霸王龙多年的便秘 两个人成了好朋友 在霸王龙的帮助下 虽然冲破封锁 阻止了短裙蜴蜴人 但此时空间传送正在破裂 小强为了拦住短裙蜴蜴人 选择留在了这个世界 小强和小花 才得以安全地回到了地球 在这个二次元的世界中 霸王龙 外星人 猿人 各种奇怪的生物和元素 汇聚一堂 共同演绎了一场 精彩又搞笑的 拯救地球的大戏 其实这部电影完全可以有第二部 因为其中一个大坑没有填上 那就是在电影结尾处 小强和猿人王子回到